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欢迎各位看水与金融的读者朋友 以及听我们podcast的朋友 一听到这个格局你都开始感觉到心之不妙 就是因为白兵也都不在我的身边 但是节目都是要ongoing 原因也是因为我买了白兵 我现在这一刻就是在瑞士的巴塞尔那里 我本身上一个city就是在台北的 再上一个就是在胡志明市 而未来我就会去一个德国的镇仔 叫做Urbollinger anyway我不是很识读 就见一见一位我的商业上的mentor 一个之前大型feminist office的左右手 那我就会去他的fakenhouse那里住一两天 虽然我的人就在德国的 但是我就不会去Ducidorf 因为我知道Ducidorf虽然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重镇 也都有很多young artists很vibrant的 但是就今次的行政就没机会去拜会 那个德国牙石KOL皇室 就是这个通緝犯 所以就只能够在一些边境上面的镇仔 那里就可能逗留两三天 有机会可能看一两场球 感受一下当地那些sport bar的气氛 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 anyway就交代一下现在的那个行程先 还有都帮一帮白兵带一带火 他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旅行会去arrange 我好喜欢那个program 但是因为撞净了我master的读书时间 那就没办法去 但是之后我们在构思另一个再有趣一点的program 那个就算我读书都可能会再去 但是因为商业上面的东西就没公布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继续都是撑一撑一下白兵 那帮他打一大货 就是减低了我又是去旅行 没有和他一起做节目的那一个最够感 所以希望大家都继续多多支持 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都想了一会儿到底说些什么也好 那我想最发生的topic呢 当然是说回正生书院诈骗案的一些要点 还有何去何从 那这个就是我想去画出来去跟大家分析的一个现象 第一一分析这一样东西的时候当然都是要戴头盔 因为我之前在其他的平台都有说过的 譬如我在一间金融机构的YouTube channel有说过 我在我自己的平台都有说过 无论是免费有说过收费都有说过 那但是也都有一些新的发展和新访 就是那些人未必听完我不同频道的分析的嘛 那可能他第一次听 那那些头盔Disclaimer你都是要戴了先的 那第一就是首先是要放下了对于正生书院 他们满口仁义道德的那些偏见与成见 因为你可能就会见到 现在好像被政府打压着 被警察搞着 就会觉得正生是受害者 警察就是坏人你要放下这些成见 整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诈骗 我之后会再分析多些了 第二就是你不要觉得他们是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然后就偏颇了他 因为就算你觉得他是王 王都有很多坏人的 刘世良就已经是一个例子了 经历了刘世良如何欲骂陈翘叔 老屈陈翘叔 之后再老屈了徐少华一系列的风波 甚至乎整堆的邪恶组织 他为了利益撑着大台做保良局 经过这么多的风风雨月 又或者大家见到这么多的风浪 你应该是要有某个程度的觉醒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他是王 或者非健仔就一定是好人 王都有很多坏人家产的 你一定要understand这一样东西 第三就是 现在正生书越 他们是忽然王 他不是由始至终都是王的 2019年他们是没有为抗争者 说过任何一句话 是没有参与过任何的抗争 他们只不过是见到BNO平权 开放了救生艇 之后也都cap了几千万过亿 就将那笔钱一次过就搬了过去英国 就滑滑条条永远无忧 这个是他们心里面的计划与盘算 只不过是因为天时地利 令到他们可以多了一个搬钱 更加easy的方式 也都不需要被引导回来香港 这个就是我想强调的一个地方 还有如果你说斗王的话 他是第一个被一周刊攻击得这么严重的慈善机构 so call 慈善机构 那一周刊是王还是蓝 一周刊当时是力排中意 是最快动息他们是有这么多邪恶操作的一个媒体 踢爆他们怎样在这个爱之村那里 就去剥削当时后的一些受害者 在武宜山那里搞鸡斗 种田种菜 然后又是剥削一些义工 跟着所有的收益都是撥入自己 骗大陆政府的分定 然后去到日本其实也是做地产 骗大陆 撈金融 就是基本上就是以这个筹款为名 去到最后就是脸财之实的一个这样的机构 如果你说真的要计王的话 他们绝对不是王 因为他们就是一周刊的眼中 甚至乎他们是想告一周刊的 而当中的内情我当然都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因为我和一周刊都是有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前一周刊有一些的员工有些很友好的关系 我当然都知道去到最后这个官司是怎样结束 是一个不开心的结束 但这个部分就无论再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能你订阅了Patreon 我就再分析多些 换言之 他们是亏欠了一传媒的 但anyway这个部分不再说了 但起码带回头盔先 让大家不要被他们那些满口仁义道德 就骗了你 是一个诈骗来的 很多人我都见到是还没觉醒 又或者很多KON人都买了变 又或者是聪明地落着就是 角打五十大板 总之林希胜、陈兆卓你要出来交代 但是政府都是迫害着他 其实一个商业诈骗就没有说迫害不迫害的 JPAS你会不会说被人迫害呢 那个摆明是诈骗 是不是警察去打击一个诈骗的案 他们就一定是一个被迫害的队长 不是的 你不会说JPAS是王的 诈骗就是诈骗,骗人钱就是骗人钱 罪案就是罪案 是无论的 那我们说回那个分析的框架 头盔的东西都戴了 虽然每一次要分析的时候都要戴头盔都很烦 但是始终很多读者都是愚昧 我要做一些分析的时候都是要再带回这些头盔 第一有一个问题是最核心最致命永远都解释不了的 就是为什么在这件事上面有两个实体 一个实体就是正生书院 简单来说是一个商业机构 什么武宜山叫街又被一周汉踢爆 又或者在日本搞地产 接着在大陆那些欺骗那些床位 叫别人种田 接着又不给钱人 那些这样的邪恶操作就叫做正生会 而我们觉得很有光环去帮那些戒毒人士 帮那些年轻人去重新重拾正轨的 那一个很有光环的机构就是正生书院 道德我不说的 因为正生书院的运作都很多问题 现在有一些在绩的老师 譬如有一位姓梁的老师 在时代论坛那里都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很有问题的 有什么理由你打风打到就来死了 就是山竹强风 接着都不去撤离那帮人 很多一些这样的指控 但是这些的部分都是很道德层面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商业金融的节目 我只是说一些商业金融法规 或者一些金融老千局的本质 那这个步伐我就不去碰那些 很有道德missconduct的问题 那就加回给其他人 又或者做做鸡斗那些道德问题 衍生出来的东西我都不碰了 好了那你要分清楚 他们是有两个实体 一个叫做正生会 一个叫做正生书院 正生会就是蒙我不作的 正生书院就是带上很漂亮的光环 好了那大概在几年前 就是当大家都还是很喜欢去货金的时候 那正生书院就说了 我们现在就面对着经营的困难 只剩几个月的营运资金 后来有一些财经的博客 是看回他们那盘数的 那几个月的营运资金 这个已经是谎了 其实他们是有差不多可以 足够营运两年的资金 那但是你要吃正浪潮 因为社会运动之后 衍生了一个很喜欢货金的风气 那基本上他们作为这些 吸金脸财的人 当然都是不想落后于人 那也都是叫救命 假扮惨 就说我们要筹钱了 Anyway我都不去道德批判 因为大部分的慈善机构 都是很喜欢卖惨的 那我只不过当他是one of them 他说你叫惨 然后就去筹几 去到最后是筹了接近过亿 现在你看到转移了的资产是四千多万 你看到那一刻你转移了就是四千多万 但是他是分阶段转移 和分阶段把钱搬走了 所以是接近过亿的那一条数 他们结束了过亿 那问题就是在于哪里 就是现在是正生疏远 营运有困难你是要叫救命 那你是理论上是要将这些钱 撥入去正生疏远那里 但是到最后那些钱 是没落到正生疏远那里 他是在那个叫救命的社交媒体post 那个facebook post 留下了的 是正生会的银行户口 和入钱的方式 所以两个独立的机构 但是他就将这些钱 就全部入了进去正生会 一般人是不会回忆到这些细节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听过正生的名字 而两个机构的名字也这么似 一个叫正生会 一个叫正生疏远 你当初就是要用你的善心去帮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你不会分得清楚就是 原来正生会就是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司来的 是他们用来免财的一个机构 正生疏远就是永远都是包装到是富富经营 帮小朋友 人意道德 很多光滑的那个机构 suppose是这个机构要钱 但是到最后呢 他是留下了的就是正生会的银行户口记录 这些钱就全部入去正生会那里 那结果正生会就cap了过亿了 这个部分呢 是解释不了的 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慈善机构 你是要跟回现在慈善机构的一些法律的要求 简单来说 如果你捐过钱 你都会有经历过这个process的 就是你捐过100元以上 那个慈善机构是要发一张单给你 去confirm你是捐过钱的 接着在那个会计的帐目上面 就是confirm这个是捐款的收益 因为收入是有另一个会计的definition 就是你提供了服务或者商品 那样东西就是收入 那你捐款进去的那样东西 当然是和你普通卖产品 卖服务的那种收入 是两种accounting上面的booking method 还有根据现在的税务条例 就是你捐款100元以上 是要出张单confirm的 是方便捐款人去扣税 当然你可以不扣的 你可以不报的 那税务就多谢你了 但是你有这个权利去这样做 那是要confirm那些钱是一筆捐款 除了扣税之外 其实也是方便回计上面 去留一个记录 不是洗黑钱 如果那些钱 你无端是一个第三方 放进去的时候 你confirm不到是一个捐款 是有机会扣成洗黑钱 无端突然有几千万进入户口 你又没有办法confirm到它是一个什么的性质 是到底是一个生意的收益 卖产品、卖服务的收益 还是一个捐款 你confirm不到的话 那个account的book是做不到下去的 那个auditor都不敢去签名 那这里就已经是洗横手 这个横手 我之前都分析过 就是留得了一马币案 都用过同一条路 那这里就无谓再多说了 第二就是 关于政生都还有很多脸裁的方式 例如他们怎么去剥削那些小朋友 应有的那些社会福利和纵援 其实那些社会福利和纵援 理论上是要撥下去那些小朋友那里 大致上可能几千万至万几万 但是政生书院就全部把那些钱拿走 这些都是一些很价格的操作 但是都是道德上的 我就不会去多说了 另一个就是被警察指控的 就是因为那些钱应该是落去政生书院 但是结果落去政生会 然后你再把那笔钱搬走了 那这个已经是构成诈骗怀疑的 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肯定不到那笔钱是善款 还是收益 然后你那个政生会是一个 做那么多商业的商业机构 到最后你的那笔钱是搬去海外的 那这个已经是犯了很多的法例 因为你去做一个慈善机构 申请88牌的时候 你是要列你的章程出来的 就是到底你申请这个牌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的慈善业务 你会怎样做 在哪里做 那个委员会的框架是怎样 董事是哪个 全部你是要有个章程去列出来的 正如你开一间公司 都会有articles of association 以前叫做什么M&A 你都是会列了一些章程 你任何的组织都会有个章程规则 那税务88牌都是有个这样的章程规则 所以税局是不会单纯 因为你把钱搬去海外 就说你是一个诈骗的 但是前提就是 你在做的东西一定要符合章程 章程也可以改的 你可以跟税务局说 现在我们在做的那个慈善业务 我们觉得是有一个海外发展的空间 那我们想在英国都做类似的业务 你跟他说 跟着他批 技术上你那笔钱就可以合法地转去海外 但是他们没有做 那很明显本身你就是 计算了 就是你把那笔钱 就当成是自己的 就搬了去英国 托了水龙 就当是边场莫及了 就是特区政府又追你不到 然后就代代平安 这个就是他们的盘说 那你没有做到去改章程 或者去申请那个章程上面的更改的话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那而他们run了这么久的NGO run了这么多年的88牌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懂这些 你们是应该是要懂的 那结果这些是做不到 那这里呢 我都要分享一个分析事件的一个有趣方式 简单点来说 就是backward induction 就是事后呢 你是怎样可以用回一些的观察 去分析回当刻的那个状况 就这么说很圆的 因为一开始 为什么我不敢100%去判定 正生是一帮扑家扑家产呢 我只能够70% 那我不说了 那去到现在这一刻呢 更加多的证据老了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加判断到 他就是一个扑家扑家产 因为理论上呢 然后就消了案 其实他们是试过被人查 也都试过成功走得掉 但是ICAC用的capacity 当然就不够警察那么厉害 现在警察是最多资源的监管机构 那我想他们一直以来呢 都是想by time 就是看看会不会有机会消到案 那去到最后 消不到案呢 就玉石区乏 然后就不再搬钱走 然后就弄了很多的公关战 就是说政府迫害他啊 又成啦 然后再找那些海外王CKOL 一起去围炉 然后去讲到自己有多惨啊 blablabla这样 那这个就是 就是他们的做法 那为什么会用一个事后的方式 去讲回这件事呢 其实都是一个博弈理论来的 就是我们用基础的博弈的角度去看呢 就永远都会觉得 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比如囚图困境 那就是到底你督灰还是不督灰呢 就好像只有四个quadron的outcome 给你去做当刻的选择嘛 但是真实的博弈环境是更加复杂的 你每一个阶段呢 都可以是有一个动态博弈的状况的 就是你那一刻做些什么 你不做些什么 其实都是提供一些information 去后置推论一下 就是你那一刻 是不是一个价格陷家产 或者你那一刻的人类行为 是怎么去解释的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就是尝试举到你明白了 就是Thomas Shearing 是一个诺贝尔做博弈论的得障者 他用的其中一个在书的例子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大致上就是地球是曾经有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是会突然之间全世界全家产毁灭的 就是因为古巴导弹危机 因为苏联的潜艇进入了美国的后花园 在古巴那里 理论上跟回他们那些军事的Protocode 你有一个敌方的unit进入了你的海域的时候 你是应该要驱赶他 驱赶他可能你要炸他 他也是carry了核弹 因为你一炸他的话 跟着苏联就second strike 他又炸回你了 理论上就大家斗禁核弹 地球就立刻毁灭的了 但是到最后 为什么地球毁灭 我们还生勾勾呢 就是因为其实 在那个禁不禁核弹之间 又或者怎么去驱赶之间 是一个漫长的博弈来的 每一分钟都是一个博弈 理论上 你侦测到一个敌方的潜艇 你是要立刻压制的 但你等了三分钟都不压制 其实你已经给了个signal 别人就是 喂你不是想趕着他 你是想告诉对家 你有机会想放生他 三分钟就放一个博弈 你等到十分钟 你的不作为 其实都是另一个博弈选择 结果到最后 就是有一部电影 也有说回这件事 那个经典的对白就是 现在JFK和黑鲁晓夫 他们用他们的自己方式 去沟通中 不要搞事 大家一起摸着一个军行碟 就是不用全世界去 去一起揽炒毁灭 这个就是那个对白很精进的一个地方 就是到最后 那个潜艇 就上回上水面 离开了海域 之后 就没有了这个古巴导弹危机 然后到最后 当然都有后续的发展 就是因为 为什么人家会去古巴 搞你美国的后花园 去到最后 那些在北约的导弹 也是撤走的 那些核弹也是撤走的 那件事就叫做落幕 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一起去核化 就不要再用那么多核武 这个就是那个历史故事 那去回这个陈兆卓的context 到底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发现等了那么久了 喂 叫你去解释 你又解释不了 真的解释不了 因为那些钱 你背了下去另一个机构 又不是一个捐款 那你叫那个auditor 怎么去帮你解释呢 那个auditor 你本日也都解释不了 就算你找那个auditor 去背书解释 这种的会计入障方式 那个auditor 都是死硬的 如果他帮你背书的话 他分分钟都被人盯牌 是任何有财经常识的人 都知道 这是一个诈骗 纯粹搬钱合围 是auditor都不敢帮他签 是没有一个auditor 都不敢帮他签 那当然了 都是杀豆生意有人做 你现在夹了4千万 你拿2千万出去 去贿赂那个auditor 那个auditor 可能做完你 就是立刻去移民的话 那他就帮你签 那但随之之外 你是没办法找到人去 帮你背书解释这件事情 第三 就是去到最后 警察都不是说贴板一块的 他是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 就是政生会 一定是要换走那些的董事 第二 第二 就是银行的签名 是要换走另一个人 这个是警方提出 可以解冻回正生书远户口的 正生会的户口的一个 前设和要求 那 那陈兆卓和林希胜 他们是有做头一半的 那所以 你看回有线的访问 是独家访问来的 是有说到林希胜 自己用短讯回复回记者 就是说我们的户口 其实有短暂开放回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因为 他本身是想告诉别人 就是我们是有尽力去复射警察的要求 令到户口开得回 那但是我们尽力了 去到最后呢 警察就是放了少少 又不放了 那结果呢 你就可以看回 就是警察是壞人来的 这个就是林希胜 正常设计划 去哄友善的记者 去帮他报导 那但是友善的记者 当然都不会站在你那边 他当然都是知道 有些事情 你是还原回真实就OK 那他就说回一件事 其实 那个户口是有解冻到 和正生书院 从来都有户口的 那为什么那些钱 你不是一开始 就撥下去正生书院 你就撥下去那个 你自己的机构正生活 又是解释不到 就是换言之 友善的那个访问 是很deterministic 那你做一半不做一半 那警察就解一半不解一半 很简单的嘛 他有两个要求 第一就是董事退任 第二就是转签名 那你董事是退任了 那但是你的那种退任 其实都是顾了警察一动 那当然警察都不够聪明 在这个位置 因为上市公司 是有一个concept 叫做shadow director 你那两个人 林希胜、陈肇、少卓 退任了 你nominated回新的董事 那些董事都可以是你自己人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国美电器 王光瑜 他人坐了牢 那整个球员都是王光瑜的人 他是可以和贝恩资本打股权争夺 在一个监牢里面 是指挥他的那些手足家臣同事 董事去对抗另一个 美国的资本 是不是瘋了钱才行 那有一个concept 叫shadow director 那警察不以为言 或者走漏眼 他只是以为 你们退任了董事就没事了 那结果是退而不休 那些董事继续都是视障会议的 继续都是一个shadow director的身份 去指挥其他人头董事 去跟随他们的决定 那到最后警察就生气了 你那个退任是假退任 去到最后你都变成太上皇 那之后他下族的解封的东西 你又没有做到 你又没有转名 转给一个第三方 那别人就继续冻结你的户口 如果他不冻结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几百万转回到英国的话 是会令到那些犯罪收益 是再流出去 结露更加多去其他的地方 那所以警察的冻结 是很make sense 而且他不是一百percent是封了的 他是有解封过的 只要你复封条件就可以了 那你做一半又不做另一半 那别人就是解封一半 不就不解封另一半 那真的很make sense 那但是为什么 去到最后不敢做完全土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 之前都分析过了 那可能就是 因为他发现 警察真的想煮死他 他不是好像以前那些ICAC 那样可以被你 爬爬污走得掉 因为你透过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 你是不停可能是 在估计警察的那个取向 你发现原来 没得谈的 既然都是煮死我 那我不如按键揽炒就算了 那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 在于 你如果继续去这样run下去的话 你总有一天 那些人会觉得你是坏人 就是 警察都不是那么差 原来他会解封 account的 那到最后呢 你会损失了那个公关形象 在英国呢 你要继续吸钱的那个plan 就会受到影响 那当然了 现在呢 都还有一堆黄丝刊的KOL去背书的 那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 蠢啦 没办法判断这个是诈骗的本质 但其实不要介意的 就是因为 本身他是欺骗了一些很厉害的人 马士亨都为他背过书的 新鸿基都为他背过书的 是由最厉害的商业机构 去到最厉害的商界占子 都拎过东西 中过伏 以为他们是好人 那你看不清楚他是一个坏人 又有什么所谓呢 你都能比这些人的 那些人都轻机都中招 那其实你又不要觉得 就是你下了就要继续去all in 继续去下了 你是可以转态的 那这个就是我对黄丝KOL的其中一个的劝解 第二就是 一是呢 你就真的收了他的钱了 因为说真的 他现在是cap了近亿的 他现在是英国来说呢 他是一个大金主来的 你在他身上拿公关利益 帮他说话 帮他背书 帮他护航呢 我是可以理解得到的 那如果你继续都是要盲目地去撑 这些摆明是诈骗的东西 是auditor都不会够将帮他签的 这个report 神经病 你用A机构去叫救命 去混捐缝 然后那些钱进去B机构 我怎么back to back 对回这条数 神经病 是做不到的 就是他们就有很多解释 就说这个是借钱来的 财记来的 这个 喂你借钱 你都要说回那些雜资的目的是 为了营运 还是为了还债 你没有说 你当初是为了营运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还债 还有 就算你是要还钱 那些钱你都要进去正生书院 再由正生书院 再还给正生会 你不是就这样直入正生会 那里的嘛 你这些back to back的时候 你怎样写回那个under ticket 有没有人可以confirm到这些under ticket 会死的 大哥 几千万这样搬钱 大哥 还要搬到海外 怎样可以confirm到 神经病 是死定的 任何professional party 一见到这个行为 都不会去帮你endorse和背书 这个auditor 如果够签的话 他一定是死定的 那到最后 就是明白了 就是一个本质 如果你继续支持他 要么就是你蠢 但是蠢无所谓 因为他骗到太多 比我们更加聪明的人 我都不得不否认就是 新鸿基他们一定是比我更加聪明 他有整支公关 你会做了dual diligence suppose 结果做到最后 你都是被他骗顾的 就是你都被他的碗口仁义都骗顾的 那我 假如我站在我的立场就是 我被他迷惑了 我都很make sense 第二就是 如果你看到那么多的资料 你都更盲撑的话 就一定是 可能你收了他的钱 又或者就是本身你都是一个邪恶的一份子 这个就是想说的地方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你的 那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和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ure那里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和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把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怎么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就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而且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patreon订阅产品 就会爆发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裁机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那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的话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就是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人有一种税务绞交的方法 但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通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我就教人家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人家怎么可以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那赚钱的东西就反而阿妍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赚了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那但是阿妍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这些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还有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她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她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是这一年怎么也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个方法去赚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赚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